很快來關心俄屋戰火第49天 國際焦點帶大家來聚焦 位於基輔中北部的柏羅江塔 現在被炸的你看滿目瘡椅啊好慘 無關來外交部官方推特釋出了很多張的照片 表示說破壞的規模非常嚴重 非常巨大非常惡劣 俄羅斯軍方不允許當地居民 拆除駐柴建築的瓦利以搜救生還者 不過同時還要來關心的狀況 這樣的一個情形 外媒最近也指出烏克蘭境內 俄羅斯軍方紛紛湧向了東部的頓巴斯 美國太空技術公司公開了公拍空拍照 顯示俄羅斯軍方正在頓巴斯地區 四周的小鎮來重新進行部署 而新部署的戰車車隊 更是多達200多輛之多 好 現在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指控從俄羅斯軍方手中奪回的地區 發現了成千上萬的受害者 而且幾乎每天都發現新的亂葬羹 將調查俄羅斯軍方所犯下的戰爭的罪行 不過俄羅斯總統普丁反駁 指稱俄軍的軍事行動是為了達成崇高的目標 來斷言俄烏和平會談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烏克蘭一名士兵扛起了飛彈裝置往空中發射之後 現場多名士兵高聲歡呼 欠助成功擊落了俄羅斯一架五人機 俄烏戰爭至今進入第49天 雙方的戰況持續的焦灼 俄羅斯總統普丁會見了白俄總統石鹊 俄羅斯總統普丁會自稱莫斯科的軍事行動 是為了達成崇高的目標 會一直戰鬥直到勝利 更斷言俄烏兩國的和平會談 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我確實目標準確 而且目標準確 我們又回到我們自己和我們都回到死 基輔近郊的小鎮布查 在俄軍撤離之後 被發現數百人的亂葬綱 還有許多平民城市街頭 布查鎮長表示 烏克蘭政府至今已經找到403具的遺體 普丁人出面駁斥都是假的 自從開戰以來 由普丁所扶持的車魁傀儡總統卡德羅夫 經常透過社交媒體來提升自己的形象 日前發布影片分享戰況 表示俄軍可能會祭出零彈 但令人不解的是 他竟然把戰略的地圖完整的拍下 似乎也沒有注意到自己泄露了重要的機密 讓網友看了相當的傻眼 大酸他一定看不到地圖 還有人說影片泄露了俄軍 仍然在基輔的附近 西方官員警告俄軍準備對烏克蘭東部 頓巴斯地區展開新一波的進攻 英國國防部也釋出了最新的情報指出 頓巴斯的戰鬥在未來兩到三週內 很可能加劇 展開更大規模的血腥戰鬥 記者有較新報道 受到俄烏戰爭還有疫情的影響 其實來關心全球出現新一波的糧食危機 從巴基斯坦的主食印度相伴 到韓國人天天吃的泡菜 現在全部通通都漲價了 也有很多店家為了顧及老顧客遲遲 不敢漲價 無奈使獲利大幅的減少 消費者的荷包跟店家收入 同樣都受到非常嚴重大幅的影響了 但您現在從亞洲庶民美食 站立一個視角 一起來看看全球通膨飆漲有多嚴重 熟練的搖起一勺熱湯倒入碗裡 這碗面白滿滿的五色蔬菜配上金黃色的湯頭 柔林人食指大洞 只不過這碗被網友評價說 便宜到嚇人的庶民美食 這家位於台北大同區的舊式麵 老闆擔心來勢洶洶的漲價潮 真的擋不住了 菜 清潔用品之類都漲很多 那最近又要提設說 電費又要漲了 而在台灣街邊小吃漲價的例子 其實是整個亞洲的縮影 鮮豔的紅色微辣的口感 拿起竹籤 試吃一口道地的韓國泡菜 這個對韓國人來說三餐必備的國民美食 價格也正在悄悄上漲 廚師熟練的把麵條下入滾水當中 一邊翻攪將熱騰騰的麵條 盛入碗裡撒上蔥花 再搭配一盤炸物 用小麥製成的烏龍麵 在東京這家麵店大受歡迎 老闆堅持平價 美味兼具 吸引許多饕客前來朝聖 但實在無法負荷成本 也在店內貼出漲價公告 亞洲的街頭小吃正面臨著艱難選擇 承受更高成本的衝擊 或是轉嫁成本並冒著失去老顧客的風險 由南亞代表料理支撐的印度相反 對許多巴基斯坦人來說就是日常古食 成本也在過去一年內翻倍 從小吃到餐廳 萬物 韓掌消費者 商家通通叫苦連天 疫情大流行影響供應鏈開始 再加上俄烏戰爭 國際原物料價格hold不住 掀起一波漲價潮 昔日的銅板小吃已經快要讓苦腸通膨壓力的 普羅大眾難以承受 記得張力報導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